想象一下,一场突出其来的浓度不超过30厘米的迷雾 凭空,出现在你家的小区,你应该怎么办 有些2B青年居然还在拍照 突然一个稀入迷路的帅哥跑入饭馆 直接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 在超市购买东西的人,看到外面的场面都已经被吓傻 根本想不通,这些人到底在害怕什么 拼了命的,砸着超市的玻璃,无处的人相继晕倒 甚至还有的人直接毕命 短时间内,连接了几十个小区 被这突然出现的烟雾弄得一片狼藉 正在驾驶车辆的司机只是吸入了一点点迷雾 就已经神志不清了 驾车直接冲向加油站好奇心重的人 居然还在纠结路人不躲避车辆 一辆燃烧的货车分着司机的方向而来 还好,他的反应够快,汽车逃跑了 这一切的起因是一个生物学家一手造成的 他的研究成果被股东欺骗 导致法院最终把他毕生的研究成果判给了自己的兄弟 一气之下,驾驶着气罐车来到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 掰断了车钥匙,拿下方向盘 逐一将气罚打开,然后将方向盘丢掉 就在这时,两个保安发现神秘男子的异常 他却冷眼的看了看他们,没有说话 现在正是人口活跃度极高的时刻 方圆八公里 四层楼以下的人员全部死亡 楼层高的人,还不知楼下的情况一声巨响 刚刚爆炸的车辆气罐冲进他们的房间 众人快速的跑到楼下,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四处逃窜 众人也是一脸懵逼 跑到了马路中央,一层浓厚的迷雾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正在缓慢的向他们的方向靠近着 所有人都在往西方逃跑 被迷雾追上的人,30秒之内必死无疑 塞班和光子几人傻傻的看了几秒 就立刻跟随大家往西方逃跑 他们不愧是站在高层的人 劝阻大家往楼上跑,从七楼望下去 能看见的地方全部被烟雾笼罩 没有了任何人气 救援队接到报案 第一时间,组织机构人员前来救援 看到此场景也不知怎么应对 塞班带着大家不停的往楼上爬 到达楼顶时,门却打不开 酒店经理开口说,门是大牌子防弹的 钥匙在一楼 或者从外侧打开,下去拿钥匙是不可能了 塞班灵机一动,准备砸碎玻璃爬上去 可玻璃也是防弹的 根本没有丝毫撼动 一个,两个,三个中午砸在玻璃上 只是稍微出现了一点点裂痕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身体 终于将玻璃打碎了 光子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这又有什么用呢 迷雾就在下方 两个楼之间有6米 上方高度达到20米 周边5米内根本没有着力点 塞班将绳子缠绕到身体上 加速急跑 还好他抓住了 众人看到他马上就要掉下去 拽动绳子 踏一点点就把他拉下来 还好这里有个聪明的光子 阻止了他们 塞班登上了平台 查看了一下地形 计算着什么 光子也明白了他的用意 甩过去一包卡环 塞班打开 里面还有一盒粉笔 将粉笔踩碎 涂抹在手掌上面 他准备一层一层的爬上去 没有抓住 掉下去的同时 他抓住了石柱 众人被吓出一身冷汗 塞班一点一点的往上爬 固定好绳子 攀爬到下一个台阶 穿过窗台 再次固定好绳子 来到了一面石墙继续爬 马上到达了顶部 吊灯因质量问题被掰断了 他并没有灰心 跨过石墙稍作休息 看着下方的迷雾 不称功变成人 鼓足了勇气继续爬 马上接近同狮子 发现绳子却不够长了 想要放弃 却别无选择 放弃就代表着死亡 嘴里哀求着老天 给自己一次机会 解开绳子继续爬 到达狮子的面前 一跃而上 别跑 我 终于到达了楼顶 打开了安全门 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 一架两架直升机从他们眼前经过 并没有发现他们的信号 手机的闪光灯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里的小区楼房实在太多了 每个楼的楼顶上几乎都有几十 甚至上百人 直升机的高度很难发现他们 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 他们被发现了消防员发下笼子 但这个笼子却只能乘坐二十人 如果多一个人上去 就会导致绳索断开 赛班和光子两人决定留下来 等待下一批救援 这很有可能是他们与父母的最后一面 虽然不舍 但也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两人在天台等了几个小时 一直都没有得到救援 一向果断的光子张开了大嘴 开始哭泣 他们决定自己想办法 跑到楼下 眼前的迷雾已经到达15层 装好绳子 穿戴好防毒面具 沿着街道的马路跑 不停的跑 他们想要到达更高的楼层 等待救援 可他们却选错楼了 这里已经被迷雾占领 防毒面具的时间还有5分钟 赛班让光子在这里等他 独自一个人到楼下找更多的氧气 来维持两个人去往更高的楼层 父母这边正在苦苦的哀求他们救救自己的儿子 可人人实在太多了 根本救不过来 光子以为赛班自己跑路了 徒手爬到了水箱的上面 正在埋怨 赛班抛去了自己 他却从旁边的楼梯爬了上来 两人继续跑 来到了更高楼顶的健身房内 这里的门也被锁住 利用风扇 吹散自身的毒气 揭开防护符 将哑铃一个接着一个的 扔向对面的天台 他们感觉已经足够了 光子的身体比较轻 率先爬到了对面 赛班准备攀爬时 楼下的火锅店 因为烟雾太大 开启了智能排烟模式 将大量的毒气吸入天台 赛班爬到一半 烟雾就从天台释放出来 他别无选择 只能退回去 烟雾瞬间将光子的视线笼罩 身体上面的绳子被拽动 突然 那颗50公斤的哑铃被扔了过来 塞班也同时从绳子上面爬了过来 与此同时 他们的父母就此心切 偷偷地潜入城市的边缘 看到无人机正在偷偷采访新闻 他们等待救援时 突然发生意外 加油站发生爆炸 冲击不可导致烟雾迅速上升 两人也只能继续跑 打开了窗户 扔下床垫 同时无人机已经拍摄到了他们 正在直播 各大知名主播也接受到了任务 立刻转播两人的逃亡路径 十几分钟 两个人就成了全程的热点 他们跑到了更高的楼顶 发现楼下的烟雾还在不断攀升 直播中的无人机也没电了 两人类的精疲力尽 光子坐在地上又开始大哭的同时 更多的无人机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机构并不允许他们在这里直播 可群众里面的高手太多 很多人都可以屏蔽机构的信号进行直播 赛班利用粉笔画下一个简单的图纸 想让无人机帮助他们把绳子带到对面的楼 无人机点头答应 挂好绳子 事宜可以通过 可两座楼的间距很长 有25米 如果掉下去绝无生还的可能 他们鼓足勇气跳了下去 滑到一半时缓冲力不足 两人就这样停在了楼的中间 绳子也因此松动 就这样两人马上就要掉下去的同时 光子割断了绳子想利用缓冲甩到对面 突然绳子拖开两人在众木葵葵下掉了下去 他们的父母看到此长景直接哭晕在当场 救援的直升机来到他们这里 并没有发现任何活人 只发现了一条被勾断的绳子 准备离开时看到了微弱的烟花 两人被挂在了吊车上 点燃了烟花正在向他们求救 就这样最终他们得救了 人生其实也就是这样 只要你足够努力 一切皆有可能